鴻海這麼夯,還會繼續飆嗎? 當然!除了鴻海,鴻家軍都會持續走降!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紀人士,我是千涵 今天邀請到華信投股邱鼎太分析師,老師好 千涵你好,全國同志們大家好 老師,台股今天在最後一刻站上了萬五 那其實今天我們可以知道 鴻家軍很多集團股都開始動了 那到底鴻海現在進場時機OK嗎? 好,一萬五看到了 我想這個時間點,我來強調不要被市場上所迷惑 什麼一萬五、兩萬都不要管他 這裡就是多頭年 多頭當然就是買你要的股票 只不過我也說過 我認為台積電、聯電、鴻海這三檔 我今年會拼鴻海 我去年就講過了 鴻海,你看今年鴻海就不一樣了 而且鴻海,郭董 因為他已經退下來了 現在董事長是劉陽偉、劉董 但是郭董還是最重要的幕後的角色 他昨天也說的 大家不要把護國神山看,一定是台積電 或者研發科 是不是?他很多 他認為說應該有好幾個護國神山 言下之意,鴻海是我們市值最大的股票 他當護國神山也是合理的 而且鴻海好幾年都沒有動了 而且你投資本自己想一下 鴻海他現在有投資在5G、6G 或者說半導體他也開始切入了 第三代半導體切入了 等一下我們看內容就知道了 還有呢 像這個碳化系 或者說低軌到衛星 都有了 5G的他也有了 所以我認為鴻海你要留意他拉回的買點 鴻海集團概念股各是逢拉回都可以做多 來我跟大家講一下那內容在哪裡 我們先看一下國際股市 大家會有擔心說道琼昨天一度跌700點 那後來這個也算是跌了 跌1%多了 那我說美國股市還是在疫情的震盪之下 再看一下納斯達克 納斯達克昨天你看差一點還破線 是不是 納斯達克你看他快要破線了 但是台北股市還是很強 為什麼?因為美元是轉弱的 不過要值得理喻的是恐慌指數昨天 單日漲18% 加上這裡面內容結構的話 我認為除了鴻海之外 明天還要看一下副彩投控 因為他跟金電跟龍打 他會不會漲上來 然後LED的股票掉下去 直接被他吸走了 或者說他漲上去 也把LED的股票再拉一波 他最壞的狀況就是說 他連漲都沒漲 整個LED就小心了 他漲多了 再看下一個 配伴也是過高震盪整理一下 好我們再看下一個 特斯拉 特斯拉 因為這個是分割後的 特斯拉股價繼續創歷史新高 他除了還漲3.2% 對 這3.2%是歷史新高 再看下一個 好 蘋果股價也是震盪 我認為蘋果還是多頭架構 很簡單的道理 如果蘋果不是多頭架構 你講台積電量 紅海都沒有用 因為他們都是平蓋股 這樣對不對 好不用擔心他蠟股 我們再看一下 好 紅海你看這麼強 對 是不是 我一兩個月前跟你講 我就說他今年最好 去年年底上今年最好 果然不出所料 好我們今天講一切都是 紅海集團概念股 來看下一檔 好廣語今天漲停 對 票工上去 這也幾百年沒動了 你會不會要注意到 他18塊找到28塊了 真的 是不是 這個不是 這個以前是大牛股 我們再看下一檔 台陽 台陽是未來 未來當中 可能接下來明天 或者接下來下禮拜之類 他即將要大漲的股票 因為要拉回 拉回就是買點 老師他沒有什麼基本面 因為股市看的是未來 最多我講過 我們再看下一檔 好 陽城今天也動了 站一點邊邊的都動 跟紅海張張一點邊的 今天台中一度拉漲停 來看下一檔 好 融創連拉三支 四支 這個過年之前 元旦之前有沒有幾講過了 有 其實在講這一檔 我說又是要LED 又要MiniLED 又要所謂的第三代半導體 就紅海是最好的 融創是最好的 連拉三支 連拉三支 那明天就要小心 萬一複彩上來對不對 然後融創馬不漲 那就趕快先賣一賣 你算了快四成先跑一趟 那真立環再買 這樣就看下一檔 好 政打你看 虧損的公司 做玻璃的 玻璃製品 所以我們不是我們 就是導電玻璃那一塊 對 我們手機上裡面 都有一些導電玻璃的 好 虧損的公司 連拉成這樣子 再看下一檔 好 以勝你看 電動車特斯拉 也拉一大段有沒有 對 我說紅海為什麼沒有機會 那旗下每一檔都這麼好 對 紅海怎麼可能沒機會 再看下一檔 建案也好久沒動 這是5G 再看下一檔 好 群狀是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它最近感覺到 沒什麼不起勁 可是照理說 大指數面板報價還在往上漲 所以我覺得 這檔股票 耐心等案 下個階段 指標範多的買點 鼓勵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謝謝老師的分析 想要找到更多財經最新消息 歡迎加入老師的Light 跟Tele管 財經節目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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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按讚 按讚